鼓励年轻人回乡务农传承老一辈的技术 台中市政府从去年开始推动青年加农咸拜传承计划 而经过一年的培训 第一届46位学员都有不错的成果 其中有40位学员愿意继续务农 这天市长林佳龙也出席节训典礼 期盼在多方的努力之下 让年轻人走入农业注入新活水 从市长林佳龙手中接下感谢壮 感谢这些贤拜不藏私 辛苦培育年轻一代的人 经过一年的学习 在农业贤拜身边学习的青农们也都收获满满 节训典礼这天市长林佳龙也出席盛会 期盼大家能为农业注入新活水 第一个呢让年轻人投入农业 我们台湾这个社会就会有希望 那么这里面很重要 一方面呢我们要对他们有一些 就是阶段性的补贴 让他们无后顾之忧 那同时要找到咸拜 这些农业的咸拜来教他们 那等他们投入农业大量生产的时候 我们后续也要在土地 还有资金跟设备上面 做他们的后盾 目前从事农业的人口越来越高龄化 为了要鼓励青年走入农业 市府推出青年加农咸拜传承计划 每个月提供三万元的收入 让青农跟着经验丰富的农民走入农场 学习专业栽培技术 同时也安排课程学习 如今第一届46位学员顺利结训 其中更有40位青农愿意继续务农 传承就是年轻加农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构想 也是对我们来讲 年轻人要来接 几乎都没有人来要接了 我们做这个计划的话 可以把我们农业继续传承下去 在销售跟就是田间的管理 因为我们会带进一些科技 像我们现在在手机我就可以看到 我温室里面的温度或者是说湿度 甚至说我什么时候需要下肥 我不需要在人工去了 我可以用电脑去做操控 那在销售的部分我们在网络跟网络行销 或者是说在电商这方面 那都是我们的一个强项 市长林大龙表示 除了种植出优良作物之外 透过年轻一代的新思维 加入科技 网络行销等创意 让农业发展越区精致化 并期待青年农民能在2018世界花博中 扮演重要角色 让农业透过一代一代的传承 延续下去 记者陈昭安 台中才能报道